这样发生,波及所有人,99%的人都没注意,赶紧分享给朋友们一起看看吧。 中国近代蜀年的大事件,1900年蜀年,八国联军,1924年蜀年,江浙战争,1936年蜀年,西安事变,1948年蜀年,太原战役,1960年蜀年,中国大饥荒,1972年蜀年,六一八水灾, 1984年蜀年,老山战役,1996年蜀年,丽江地震,2008年蜀年,汶川地震,2020年蜀年,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,活了大半辈子,现在终于明白十二生肖为什么老鼠排第一,简直太神奇,真的服了。 今年的蜀年要把人逼疯了,逼停火车汽车公交车,逼停饭店断吃喝,逼停商场旅游点,逼得人类在家窝,逼得六亲不相认,逼得医院像开锅,逼得公路遭封锁,逼你插翅难逃脱,逼你工作不上岗,逼停各种小贩桌,逼停补习全减负,逼得经济 逼得大萧条,逼得有话不敢说,逼你大眼瞪小眼,逼你在家看联播,逼你君娇淡如水,逼你酒局不敢喝,逼得世界都害怕,逼得贸易一刀割,逼得医疗到处缺,逼出扁鹊和话坨,逼你畜类莫上桌,十二生肖谁最牛,老鼠不愧,排第一。 今年过年很有特色,过了一个真正的老鼠年,每个人都像老鼠,上街人人喊打,谁也不敢到处晃悠了,因为外面来了一只凶猛怪异的大猫,人们只能把吃的喝的都拖到洞里,关上门各自在各自的洞里,慢慢的吃,慢慢的喝,互不来往,吃完了喝完了,年也过完了,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,又都出来了, 在大街小巷里面乱窜,这就是鼠年,意识着今年是丰收的一年,看完视频转发出去,鼠年的福运财运全都涌向你,霉运灾害全都躲着你,一定要把视频转发到家里的所有群,将福气洒满全群,2020年肯定红红火火,运不来往,